Hello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 有防视频的飞云 今天我们来到Alison 看一套Newmark的样板间 Newmark是今年才注入Alison的 它总共是有16个户型 从1400尺到2650尺 价格从35万到50万部等 总有一款会适合你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样板间 是一个45尺面宽 也是它最大的一个户型 2650尺五房四个权位 我们可以看到它比较长条形 前面这里是一个叠加的 一楼一个卧室 二楼一个卧室 在左边就是下面是车库 上面是一个房间 它的房子的精髓还在里面 跟着我进去看一下 我们直奔主题来看一下它的精髓 2600尺 做这么高调的厅 就这个尺寸来讲的话 这个客厅它设计的是非常的大的 你看放了两组沙发 当然你这边也可以放一个整个沙发 而且这边它也很宽 你可以放一个超大的电视 实际上现在是没有壁炉 没有壁炉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自己随意设计去怎么摆设 那么往回走 中间依然是主餐厅 那紧交到这边呢 就是一个大大的吧台 可以做早餐厅呢 或者是开party的时候 老公做饭 你也可以坐那里看个电视 而且呢 它中间还有一个中导哟 那这个厨房的整个的色调的搭配呢 是非常的协调的 以往我们讲金色的会比较土 但是在这里呢 它用的是白色的台子 然后是圆木的柜子 以及金色的手把特别的完美 这个房子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2650尺 它每一个空间呢都不小 那我们现在来到主卧 可以看到主卧的尺寸 也是正正方方的 而且旁边呢 依然可以放一个椅子 那主卧的卫生间呢 也是规规矩矩 工工整整 要有的都有分离式的浴缸 和淋浴房 而且这个淋浴房呢 尺寸并不小哦 一个胖子可以塞进去 然后这边是男女主人的洗手台 并且它的衣帽间并不小 那么洗手台的旁边呢 就是衣帽间了 那我们现在回到了进门的地方 刚刚有讲前面这里呢 就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和房间 虽然它不是套间 但是出门就是卫生间特别方便 那这个房子呢 它是没有半点浪费的空间 它是做了一个折叠式的楼梯 楼梯下面做了一个大大的储物间 那我们现在来到楼上 右手边呢 依然是一个房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是它最小的房间 都有这么大 旁边就是卫生间 继续往前走呢 就是一个不错尺寸的游戏房 站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后院的景色 那我身后呢 就是有另外的两个卧室 不得不说 这个设计师真的很神奇 2650尺设计这么到位 飞云姐一年看一千多套房子 像这个户型 空间利用力这么高的 真是很少 把我和摄影师都震惊到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户型 请联系我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